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人姐姐 刚刚我放学回家 经过我们常去买蛋糕的 那间面包店 有奇怪的事哦 蛤 什么事情好奇怪的啊 哦 是不是面包店 又推出新口味的蛋糕 你又想骗我带你去买啊 哦哟 才不是耶 我又不是爱吃鬼 刚刚看到一个 衣服破破 脏脏的 身上又臭臭的乞丐 走进去面包店买面包耶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面包店是买面包蛋糕的地方啊 大家都可以买东西 而且 你也不能因为外表不整齐 就说别人是乞丐 哎 这样是不对的哦 奇怪耶 又不是我说的 那是因为那个人走进去的时候 里面买东西的客人 脸上都有奇怪的表情耶 大家一直叫他乞丐 又骂他 又赶他出去 哼 真是的 这些人很没有礼貌耶 对啊 而且那个乞丐做了一件事哦 哦 到底是什么事啊 那个乞丐就拿出钱 说他听别人说 面包店的面包很好吃 好不容易才有钱 也想要买来吃吃看 如果我是老板 听到他说面包很好吃 一定会很高兴地把面包卖给他啊 小英姐姐跟面包店的老板 一样很好心耶 后来 老板就拿了两个刚做好的蛋糕 卖给他 而且还跟他举光啊 有的他说 欢迎光临下次再来 可是 小英姐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个人是乞丐 老板为什么还要收他的钱啊 为什么不要直接送蛋糕给他呢 五瓜 今天那个乞丐 是作为客人到面包店买东西 又不是去讨饭的 老板一定是考虑到这一点 才会尊重对方收他的钱啊 你啊 要懂得尊重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平等的 并没有谁比较卑微 谁比较伟大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自己哦 可是为什么林安虎跟王大明 都不尊重我啊 可恶耶 我猜乌光一定是太调皮了 常常讲话或做事情 都只是考虑自己的立场 完全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那是林安虎跟王大明 先不尊重我 我才会骂回去 或打回去的 可是乌光啊 你有没有先检讨过自己啊 人是自私的动物 往往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但是却不一定会去尊重别人 甚至还会去轻视他人 当然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啊 其实啊 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的 孟子曾经说过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意思就是说 如果 我们常常去关怀 与尊重别人 久而久之 也就会获得别人的敬爱 与尊重哦 我哪有啊 他们也是这样啊 为什么每次都只说我 佛说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自己 吓死我了呀 似乎每次都这样吓人 五瓜 亏心事做太多 才会这么害怕啦 我哪有啊 哼 五瓜 你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对人要有礼貌 否则 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态度 来对待你的 师父是要说 尊重自己 什么他人的吗 五瓜 是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自己 你真的有听没有懂啊 师父你快乐 小人姐姐都不尊重哦 你哟 现在终于知道 尝到苦头了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镜子的印象 你对他微笑 他一定也是以微笑 回报你 嗯 所以自己带人的态度 往往决定别人对我们的态度 就像一个人站在镜子前 你笑的时候 镜子里的人也笑 当你皱眉 镜子里的人也皱眉 你对着镜子大喊大叫 镜子里的人也冲着你大喊大叫 所以我们要获得他人的好感和尊重 首先呢 必须尊重他人 任何人的心底 都有获得尊重的渴望 受到尊重的人 会变得宽容 友好 还有容易沟通哦 小莲说得真好 要做到尊重他人 首先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曾经有一个叫做绝缘的小和尚 跟随一位知名画家学画 他几乎每次去画家的画室上课 总能遇上有些年轻画家登门求教 画家也总是很有耐心 不厌其烦地给这些钱来请教他的后辈 看画指点 常常一耽搁就是大半天 绝缘知道画家的时间宝贵 而提膝后辈完全是义务的 不收分文 啊 不收钱哦 老老干嘛这么浪费时间啊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向他们收钱钱 这样我就可以买很多好吃的糖果 也可以买好多的玩具 绝缘跟雾光的看法一样 所以他就忍不住问画家 老师 您何必这样辛苦呢 您随便画一幅画就可以卖几十万 多利用时间多画几幅画不是比较好吗 何必把时间浪费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身上呢 嗯 我想那个画家应该是有他的用意还目的才会这么做的 你们不觉得画家真的笨笨啊 他要赶快画画 将之后变成世界的大富翁啊 画家弄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四十年前 有一个年轻人拿了自己的画作到台北 希望当时画坛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师 可以抽空指点自己一下 那位大画家 看这位年轻人是个无名小卒 连画肘都没有让年轻人打开 就说自己待会有事 下了逐客令 嗯 什么是逐客令 就是指主人赶走不欢迎的客人啊 哦 那个大画家画画 凑齐的大画人 我也觉得那个有名气的大画家太瞧不起人了 哼 狗眼看人的 绝缘跟雾光还有小莲一样愤愤不平地认为 大画家很坏 后来 那个年轻人走到门口 转过身 向这位大画家说了一句话 老师 您现在站在山顶往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 把我看得这么渺小 但您也应该知道 但您也应该知道 我在山下往上看您 您也同样渺小 就是因为这件事 年轻人发愤学画 总算闯出一些名气 但他总是记得那一次的冷遇 因此 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 一个人的形象是否高大 并不在于他所处的位置 而是在于他的人格 胸襟 修养 画家就问绝缘 你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吗 画家吗 你们两个都很聪明 后来画家指了指自己 说当年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那天画家专门给小和尚绝缘画了一幅画 那幅画是一座山 山顶有个人往下看 山下有个人往上看 两个人都是一样大小的 哦 那我知道了 这就是说 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否高大 并不在于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而在于他的为人处事 是否具有高尚的人格 宽广的胸襟 因此 即使我们现在站在山顶下 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在山下的人的眼中 也是同样渺小的 人生在世 谁也不可能像一座孤岛 独处在人群之中 这是一个群居的社会 每个人都要与他人相处 希望受人尊重 和受人欢迎 首先应该学会 无我的处事态度 也就是必须彻底放下 自己高高在上的身段 用真诚待人 尊敬他人 即使庄严自己 小人姐姐 小人姐姐 我跟你说哦 今天老师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 嗯 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老师说了周楚屠杀害的故事 这个故事好好玩哦 嗯 这个故事很有名啊 内容也很有意义哦 不过悟光 你知道故事内容的真正意义吗 嗯 我当然知道哦 周楚把老虎和恶容打死了 变成大大的英雄啊 哎呀 悟光 你说的只是故事的大概内容 并不是真正的意义啦 吼 小人姐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悟光 你是学佛之人 怎么能没有耐心呢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都要用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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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没有耐心哦 嗯 好耶好耶 我知道错了 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啊 主要是说 一个人就算是无恶不作 只要有心改过 一样也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乌瓜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嗯 我想想看呢 坏人变成好人 嗯 诶 诶 悟光啊 你的功课做完了吗 我 我功课 还没有做 哎呀 悟光 师父一直在劝你 你都没有把话听进去 啊 师父 您不要这么生气嘛 生气会对身体不好耶 师父 你不要伤人气气呀 伤人气气会对身体不好 如果师父身体不好 那我的心情也会不好 武光 你这个小萝卜头 真拿你没办法 师父 刚才我和悟光聊到了有关周楚楚丧害的故事 虽然 虽然悟光很喜欢这个故事 也知道故事的内容 但是却不知道这故事的真正意义 然后我就跟他说啊 这故事的重点就是不管再怎么坏的人 如果肯诚心改过 那么还是会受到别人的敬爱 嗯 你说的没错 这故事的宗旨就是你所说的 那 悟光能明白故事的意义吗 嗯 我觉得他好像不懂耶 嗯 是这样子啊 让我想想要用什么话去说明 诶 对了 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有说到改过向善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禅师 名叫道顺 他住在泽州的阳头山 听说啊 这阳头山 是史前神龙市长白草的地方 他在阳头山上 搭起一间茅草屋居住 每日只吃一餐 剩余的时间便参禅入定 因此他的道业越来越精进 蛇 鼠都被他感化 和他住在一起 各自生养 互不侵犯 山中的老虎 也常常蹲聚在他的左右 听他讲解佛经 如果有人要来 老虎便乖乖地避开 没有他的命令 就不敢出现 哇 道顺禅师 道行真高耶 可以跟山林间的动物们 讲佛经 而且 他还可以控制老虎的行为 嗯 对啊 道顺禅师好厉害哦 他可以跟动物们聊天 这人啊 有听他的话 哈哈哈哈 嗯 道顺禅师确实是一位高人 这种可以和动物聊天的神通啊 一般除家人也很难达到呢 除此之外 道顺禅师也是一位身性简朴的人 不论吃的 住的 穿的 都是一切从简 道顺穿着破烂僧衣 不分昼夜 常常独自一个人在丛林荒野中行走 那些野兽都成为他的侍者啊 哇 道顺禅师好厉害哦 能够把身边的野兽 敢化成他的侍者 嗯 到了隋朝初年 道顺禅师突然决定下山去油画人间 为村民说法受戒 有一天 道顺禅师走在街上 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跟随大家前来求见 道顺禅师看了看她 脸色露出了迟疑不决的表情 犹豫片刻才说 你呀 来生会做牛 既然畜生像已经注定了 我给你受戒 也是徒劳无补的 年轻女子听了道顺禅师的话后 就问道顺禅师 为什么我来生会做牛 请大师替我开市 道顺禅师说 你前世是屠宰牛枝的屠夫 所以你来世要变成牛 年轻女子又问道顺禅师 依照你说的夜报 那今生为什么没有变成牛呢 道顺禅师回答 你今生之所以没有变成牛 是因为你前世做了很多好事 为灵里造桥铺路 常常常不施钱财给乞与 供养比丘和比丘尼 所以你今生投身为人 且家境富裕 道顺禅师果然道恨高深 对于这位女子的前世 能够了解透彻呢 小莲说得对 这位道顺禅师啊 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修行者 她知道的事情不止这些 后来道顺禅师接着 对这位年轻女子说 这位大德 你有长期筋骨酸痛的毛病 遍寻名医也无法根治 年轻女子回答道顺禅师 哎 大师 你说我的症状好精准 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毛病 无论是看了多有名的医生 或吃了多少名贵的药材 都无法治好我的顾及 道顺禅师回答他 你的顾及是你前世业力所造成 前世宰牛之时 把牛之肢解 所以你今生才会觉得筋骨酸痛 哇 这个道顺禅师 有很强的魔法 可以知道对方的上辈子发生了事 而且也看得出对方的病痛 哈哈哈哈 哈哈 悟光啊 那不是魔法 那是道顺禅师修行的境界 已经达到宿命通了 嗯 师父 什么叫宿命通啊 所谓宿命通 就是能够知道众生的过去素叶 知道现在或未来受报的前因后果 宿命通 宿命通乃是佛教六神通的其中之一 所以 道顺禅师具有宿命通的能力 哇 这个道顺禅师会宿命通啊 哦 真希望我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啊 道顺禅师跟这位年轻女子说了那么多前世今生的事情后 旁边听他们对话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人相信 有的人半信半疑 听众中有人提出问题 问道顺禅师 大师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你说的是正确的呢 道顺禅师听了之后笑着回答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会认为我说的事是假的 好 既然这样 我就用一件很简单的事来证明吧 我刚刚说的那位女大德来生要投身为牛 女大德的背后那空地 那是牛尾的夜影 你一踏上去 他一定会痛得站不住脚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有人依照禅师的话去做 果然啊 一踏到他背后的空地 他便大叫一声 栽倒在地上 众人这时才相信道顺禅师的话 于是一起跪在地上 请求禅师设法救他 啊 大家终于对道顺禅师由衷地钦佩 同时也心存慈悲地一起向禅师请命 去救女大德 嗯 没错 从此刻开始 大家对道顺禅师毕恭毕敬 道顺禅师看到大家一起跪在地上的情形后 便对众人说 你们不必这样多礼 我担待不起 其实就算你们不替他请命 我也会尽力去帮他 道顺禅师对那年轻女子说 这位女大德啊 你想要消除恶业 我可以为你指点迷惊 只是你需要诚心诚意地去亲自做每件事 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话 年轻女子回答道顺禅师 大师 你说的话我都会做到 我会诚心诚意亲自做你所说的事 道顺禅师对年轻女子说 你家里很有钱 储藏古米一万多袋 然后把储藏完成的古米亲自去送给穷人 也要常常去供养比丘和比丘泥 并且你还要每日念大悲咒 回向给你曾经杀害的牛只 哦 没想到道顺禅师慈悲为怀 他最后还是有想到方法去帮这位女大德 嗯 对呀 道顺禅师具有悲天悯人的大怨心 后来年轻的女子对道顺禅师说 谢谢大师赐教 我会依照大师所说的去做 道顺禅师对年轻女子说 你要切记一件事 那就是你只剩下五年时间可以做这件事了 好好把握时间 超过时间你就没救了 那女子允诺一定会把握时间去做善事 后来这位年轻女子 后来这位年轻女子在五年内遵照禅师的指示 亲力亲为做了许多善事 而且在五年内完成 道顺禅师知道她已经消除恶业 后来也为她受戒 嗯 由这个故事可以得知前世业力 也可以在今生消除哦 故事里的年轻女子用心去做善事 让自己不但消除了前世恶业 也让自己有了全新的人生 嗯 师父 听完故事后 我知道改过向山的意思 五光 既然你知道故事的意思 那你的功课是不是要做呢 嗯 师父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是把功课完成 这是你的心态 词欲 下去了年前 我 awa tail 五明烦恼 风吹起 一小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